我們這次開始就是這個網上的《色經》接播 內容這次是講到關於基督徒的權幣的能力 這次所講到的經文首先是 耶利米書29章11節 就是耶和華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自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是叫你們沒後有止望 這個經文所講的就是講到 神給我們計劃 我們有基督徒有權幣 其實這幾次講到都是基督徒的權幣 就是我們有神的計劃 我們可以進入神的計劃 神是有定義去祝福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信靠神的恩典 信靠神的計劃 心裡面不擔心不憂慮 只要我們親近神 我們將身在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測驗神的善良純存可氣 祂只要進入神的計劃裡面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進入神的計劃之中 與祂同在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求主施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這裏《耶利米書》二十九章十一節 就是說我們能夠進入這個計劃 而這個計劃是賜平安的意念 神是想祝福祂的兒女的 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神是叫我們末後有指望的 神的計劃是叫我們末後有指望的 神的計劃不是叫我們有災禍 聽從神的人 愛神的人 神是定義去祝福我們 叫我們的生命是得福的 是賜平安的 那我們的心就放心了 就是說雖然以色列人受很多懲罰 那原因為什麼會受很多懲罰呢 是因為他們不聽話 如果他們聽話的時候 是不會面對這麼多的懲罰的 是因為他們不聽話才是進入這麼多的懲罰的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信靠神的恩典 遵從神 親近神 就可以知道我們必然進入這個賜平安的計劃 是整個生命都可以蒙福的 那為什麼有些基督徒他們生命不蒙福呢 因為他們生命裡面有很多破口 很多不聽話的地方 很多罪 這樣子的時候呢 因為罪是難助神的祝福的 所有的問題都難助神的祝福的 那所以呢 是因為他們不聽話 不是因為神不想給他們 我們當我們將生命獻上 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沒有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進入這個善良 順全 可喜悅的旨意 是善良的 是良善的 是賜平安的 是順全的 就是完美的 和可喜悅 是神和人都歡喜的旨意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信心了 我們聽話一定能夠進入這個計劃 但是當人不聽話的時候呢 是必然有破壞性的 當人不處理生命 在最終經常負面 不肯和人交往 不肯建立和人的關係 那其實呢 和人相處都有時會有困難 那問題就是 我們是不是就停留在這個困難 有時有些人都找我 他們說 我和人相處很有問題 那我說 你去你的教會 或者我們的群體 我們去訓練人 我們都輔導人 幫助人 去建立和人的關係 那當你建立和人的關係的時候呢 你就 和人的關係好呢 你就會 能夠進入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的旨意 就不會是 一個困難的情況 就是他們很多人都是一個困難的情況 因為他們不肯處理和人的關係 他們不敢和人交往 不敢去 比如 甚至有些不同人交往 就在教會和人相處有困難 出去做工有困難 那的時候呢 他們就進不了神的完美計劃了 就是神是想祝福的 但是我們都看到很多基督徒 是在不同的困難裡面 有些人就在罪中 在負面的情緒 就進不了這個計劃 那當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 有些人說很難 那只要我們說 神赦免我的罪 神啊 我求你幫我 幫我面對這些 處理這些困難 神就很樂意幫助我們 祂就會祝福我們的 只要我們說神 我需要祢幫助 我需要祢幫助 我依靠祢 我親近祢 那 神就歡喜的 因為神呢 喜愛 那些敬畏祂 和盼望祂慈愛的人 當我們盼望神的慈愛 神是歡喜的 神是必然祝福的 那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們入一個蒙福的計劃 並不難的 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進入到的 好 那我們接著就是看第二處的經文 這個經文在我們的群組發出了的 那麼就在slide裡沒有傳出來 我現在再傳這個經文 就是歷代至上四章十節 歷代至上四章十節 那裡就說 阿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 甚願祢賜福予我 擴張我的境界 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 不受艱苦 神就應允祂所求的 那這裡就說到 阿比斯呢 他就向神祈求 他說 神願祢賜福予我 祝福我 這樣就擴張我的境界 擴張我的境界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能夠有的影響力 我能夠 對人的祝福 我生命的發揮 那麼 其實基督徒都可以擴張領域的 每個人擴張的程度不同 那麼有些人呢 他們擴張的領域呢 他們是去到真是說成為報道家 給神使用 幫助很多人 但是不是每個人有這個恩賜的 但是只要我們開始去關心人 去祝福人 必然是和人有關的 我們願意建立和人的關係 又幫助人 建立他人的靈命 去幫助他們 那麼我們就幫到一個人 我們就可以幫兩個人了 如果我們幫人的時候困難 我們都可以求助的 就是找人分辨一下 為什麼能夠幫到人呢 或者生命裡面有一些卡住 怎樣可以處理到一些問題 人必定要處理了問題 才能夠擴張他的領域 有些人時時都停留在他的困難裡面 時時都停留在不開心啊 煩惱啊 人際的問題啊 在罪中啊 這樣的時候 他是不可以擴張到領域的 他不可以發揮到的 但是他只要願意 他願意付出代價 踏出不要怕失敗 不要怕人的拒絕 或者機笑 不怕的時候 他就能夠踏出的 那麼我們 其中有一位姊妹 他其實是 他並不是一個知識高的人 但是他真的很有心啊 他時時向他周圍的人傳呼音 影響了很多人 他真的是時時有努力 並且他的教會因為他的緣故 本來教會都是抗拒他的 但是結果教會是接受他 也都影響過教會更加開放聖靈 以及更加關心人的靈魂 就是他一個人 是一個很 真的很平凡 就是很多人看上來很平凡 但是神使用他 這個就是擴張他的境界了 就是只要我們開始做得到任何的事 譬如做不到 那我們就怎樣呢 我們就可以問一下 問一下牧師傳道 領袖 組長 就問一下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呢 我為什麼好像有些東西卡住那樣呢 當我們尋求幫助的時候 是必定會有改善的 必定有改善呢 那我們就可以擴張領域了 那每個人的領域不同的 就是有些人的恩賜 強一點 每一個人的恩賜不同 譬如有些人他就是關心人 那他就關心人 令到教會有溫馨的關係 那這個都是神在祝福他 那有些人是能夠幫人的靈命 幫人查聖經 有些人是為人按手祈禱 都可以經歷聖靈 其實呢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權兵的 因為信 耶穌說信的人必有神跡 除了他們就是奉我命 趕鬼 說身謊言 還有手按病人病人就給好料 那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權兵去 趕邪靈 還有呢 手按病人病人就給好料 那這個是個個基督徒都可以做的 那我們就操練去做了 那我們在聚會每次都有這個時間的 去操練去按手祈禱 那當我們操練習慣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領會到了 怎樣用心靈愛慕神 神的同在就加強 神的祝福就加強 神的能力就加強 那我們就可以越來越幫到人了 那這個就是擴張領域 那擴張領域的時候呢 我亦都耐心啊 就是不用急的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說 我很想快些幫到很多人 不用急的 就是神到了時候就會給我們機會的 現在我們可以放在網上 這個是一個擴張領域的方法來的 就是我們將影片放在網上 分享放在網上 我們就可以影響更多人了 也都有一個謙卑的心 不是去跟人競爭 不要覺得驕傲 一驕傲的時候神就爛了 當我們的心是 就是體重神 關心神 關心神的事 而很想祝福人的時候呢 神就會擴張我們的領域 逐步逐步呢 將越來越多的恩典 放在我們生命之中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 去有信心 去擴張我們的境界 好了 跟著阿比斯也都祈求 上與我同在 神時時跟我們一起 其實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神一定是上與我們同在的 又保佑我不遭患難 不受艱苦 這件事就是 就是阿比斯他求神 那我們都可以祈求的 神啊 求你叫我不要遇到患難 不過耶穌是有講到的 因為世人都要恨我們 因為恨我們以前已經恨了 耶穌先的 所以會恨我們 但是我們都可以求神 給我們平安的日子 讓我們能夠祝福更多人 求神減少我們所遇到的患難 讓我們能夠更大的發揮生命 我們都可以這樣祈求的 我們亦都時時愛神 神就會將最好的給我們 這裡就講到神就應勻祂了 神就祝福祂的生命 發揮幫助祂的生命 是擴張祂的領域 祝福祂 保守祂 在祂來說就是保守祂不遭患難 OK 好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關於擴張我們的領域 大家有沒有這個信心 去擴張你的領域呢 大家會不會有這個心 首先有這個心 如果沒有這個心 就根本不會尋找方法去擴張 大家有沒有這個心 很想祝福更多人影響更多人 這連串的課程 今次就是講到 基督徒有的權並和能力 希望我們大家都深信 神可以給我們權並和能力 神很想給我們的 我們就信靠神 必然是大大的祝福我們 那我就講回 我們曾經講過的一些 權並和能力 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第一就是 卸罪的權並 我們罪得卸免 以及我們可以 帶領人信耶穌的時候 或者幫助其他基督徒的時候 告訴他 當你悔改信靠耶穌 耶穌是卸免你的罪的 就是耶穌是給我們權並是能夠給我們權並去 祂在地上 在天上也要捆綁 在地上釋放 在天上也都釋放 我們卸免人的罪 我們卸免人的罪 要說人的罪 這個卸免的意思就是指到 我們宣告有些人 他們真心悔改 我們就告訴他們 神是卸免你的罪的 你是得救的 當人去跟從神的時候 我們可以宣告卸罪給他們的 告訴他們 耶穌卸免他的罪 我們曾經說過 基督徒有神兒女的權並 我們是有神的兒女 我們是可以歡喜快樂的 我們有神的兒女的身份 我們都有神給我們的神職歧視的權並 我們基督徒都有神職歧視 除了我們的信的人 必有神職歧視除了我們的信的人 信的人就會能夠奉耶穌名趕鬼 手岸病人病人就必好 每個基督徒都可以有這個權並 那麼也都是有神的奇妙計劃 神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神也都賜給我們能力 可以做耶穌所做的事 我們都要做 並且要做比起更大的事 就是能夠做更偉大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可以為神做更偉大的事 而我們深信就是說 我們做更偉大的事 為神而做的時候 神就歡喜了 耶穌說 若有人服事我 我扶必尊重他 天父一定尊重他的 神就會大大祝福他 所以我們就放心去侍奉神 神就喜悅 神就會提升我們 我們就有權並去祝福別人 耶穌所做的事 我們都要做並且要做比起更大的事 也都我們有權並相信神的供應 和祝福 祂在我們生命中會供應我們 其實有很多經文都可以告訴我們神給我們的權並 例如信的人 神職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 另外就是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基督徒能夠所有的事情發生 什麼事情都好 多困難都好 都是叫我們得益處的 我們愛神的人就得益處的 所以神是答應了的 我們愛神整個生命都會提升 整個生命都可以去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並且是耶穌所做的事 我們都要做並且比起更大的事 和擴張我們的領域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能夠去擴張神給我們的領域 去發揮我們的生命 這都是一些基督徒可以有的權並 其實任何經文我們看到的 我們都可以相信 神能夠將這個權並賜給我們 我們就放心 我們就相信 求主耶穌賜給我們信心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一起祈禱求主耶穌 賜給我們信心 以及願意進入神的心意的心 願意神擴張我們的領域 讓我們整個生命發揮 神就祈禱我們 多謝天父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放鬆的人投入祈禱 好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是祈禱祝福福我們的 是愛我們的 是憐憫我們的 求主與我們一起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神必然祝福我們的 我們需要耶穌 我們需要耶穌祝福 我們需要耶穌憐我們的 我们有深信,靠着耶稣,我们凡事都能做 靠着耶稣,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能够为神做伟大的事 能够扩张领域,神能够一定帮助我们 神一定将恩典赐给我们 我们走入神的计划里面 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忧虑,求主赐给我们平安的心 兴散的心,喜乐的心 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 让我们有信心向前去,多谢天父 我又借喜乐,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又借喜乐,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又借喜乐,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哈哈 我又借喜乐,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又借喜乐,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我又借喜乐,哈哈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 多谢主耶稣,求主私恩祝福年吻我们 帮助我们发挥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被神提升 我们可以进入更高的领域 求主与我们一起加力给我们 有信心并且有信服神的心 神必然祝福我们的 求主扩张我们的境界 扩张我们的领域 帮助我们能够影响更多人 帮助我们被神更大的使用 让我们的生命停留在一个软弱的阶段 不是一个没有发挥的阶段 而是时时都进入神的奇妙计划 被神大大的使用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 被神使用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献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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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重赞归比天父 求主私恩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扩张我们的领域 深信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我们也都有权兵 基督徒在神里面有大的权兵 可以为神做更伟大的事 多谢主耶稣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